我初相識的時候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怎樣吃了 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是否好了很多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是吧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要吃到八顆 因為它的頭要爆頭那隻的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甚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原來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脖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它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說經常肚痛了 是啊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 馬上肚痛 馬上來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不是溝通了 是不是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我來不吃掉 我是說 我來不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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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會稍微的 我來不吃掉 我們應該是這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過年真是最大件事 就是天天都高 真是 傳統年糕我不介紹 我昨天發現了一件新的東西 進化版年糕 也挺特別的 那些還沒做 我也覺得很神奇 給我一個新派年糕來 你有沒有見過這堆東西 今年最新款我見過這個拉王 但我一拉王年糕 其實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茉莉花蓮藕麦糕 有百雀茶 然後有一個黑糖堡梨 然後有些Hawaii的 果仁紅棗高 花其心無花果 黃金蜜糖高 那個名字很巧合到一個頂點 其實我最怕是紅色那個 大紅大紫馬提高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這是甚麼東西來的 哇 整個M斤的 大哥 這個上面應該有一個盒 是紅色的 一個四方形磚頭紅色的 其實這個新派年糕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試過 沒有 一定不會試 沒有 因為就是看名字都覺得 但這些是全部都在說 三百多元全部是酒店以上的東西 多謝 你還炒了嗎 那個 是呀 我見到是買 說完那一年就沒得了 我又不知道 他們已經賣光了 是嗎 大佬 是很誇張 在未開年之前已經賣光了 大紅大紫那一塊 看見都不想吃 你不要說了 莫里花是甚麼 蓮藕 藍會 那個花旗參又無花果 無花果本身是有點酸酸甜甜的 花旗參是苦的 想怎樣啊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 但真的這麼巧 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就看看我們有沒有吃過 我們看看聽眾有沒有吃過 有菠蘿年糕 如果大家有吃過這些 不妨給我們一個食評 真的很想吃 在Youtube片下給個留言 是呀 大佬你有沒有 莫里花茶蘆會膏 那些 大佬 莫里花蘆會面膜 那我就見過 這個膏我真是 我叮不緊 我不好知道 但我見到挺有趣 那又有白鳥茶年糕 又關甚麼事 你吃得年糕多 喝杯濃的保理茶 燒一下制就好 我其實覺得膏已經漏了 但要搞這些古靈精怪 我真的沒試過 他真的很認真 他不是那些堅密 很認真 奶黃年糕又是比較奇怪 因為有奶黃月餅出現了 奶黃月餅是 多人 上年來講17年 是炒得特別恐怖 以前也炒恐怖 美心那隻 流心那隻 short off 是啊 那不明白他為何會搞到年糕 其實我很討厭那些fusion 傳統的搞得不好 你搞甚麼fusion 身為90後我都喜歡吃傳統的 是啊 我就比較自己個人 就是蘿蔔糕 如果我自己做年糕這樣算 我會用薑汁年糕的 薑汁是 椰汁我也是一般的 我覺得薑汁年糕是很好吃的 同意 和通常女人是風寵的 吃個薑汁年糕是很好吃的 我又沒吃過薑汁年糕説真的 薑汁年糕很美味的 很香的 是嗎 是呀 好過椰汁年糕的 最近在研究著 紅棗年糕 就是棗泥年糕的 那些朋友 因為自己喜歡吃棗泥的 但是你比如用黃糖做年糕 煮用黃糖水做年糕 你不會用砂糖的 你不會用白色的年糕 大哥 是不是 不是 以前有間叫華麗園 在白沙道 是很有名的年糕 以前經常有間店舖 是一間餐廳 舊式餐廳 專門做年糕 但現在只是一年賣一次 那間叫華麗園 其實是白色的 也有紅色 因為新年剛好 後期是進化版的 有黃糖 黃糖年糕 普通的椰汁年糕白色 那一道好就是完全不黏 其實那一道是小小貴 但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下一年值得一試 吳黏牙 吳黏牙是年糕 這個是特別出名的 吳黏牙 鄧面的比例要多一點 我不懂得煮東西 它是OK的 它是出名做年糕的 我以前是在餐廳一連四個都有吃的 那個店舖後期沒有 聽過是比較老牌的 吳黏牙 你的年糕不是經常煎來吃的嗎 你會蒸回軟 我很特別的 我媽媽她上年開始 她懂得煮了薑汁年糕紅色的那種 我叫她沒有煎 你整塊切出來給我就這樣吃 或者因為剛剛新鮮煮了 這隻是黃色的嗎 啡黃色的 紅紅黃黃色的 橙橙的 即是傳統的年糕 因為它放得下可能會有點硬 我們就會蒸回熱 我不喜歡煎 你不喜歡煎嗎 不喜歡煎 現在有一隻無油炸爐 那你把所有的膏 你把所有的膏 你把所有的膏 放進去的無油炸爐 就好像煎過那樣的 喔 我明白你說的 但我喜歡 我們以前煎是喜歡加蛋的 是呀 是呀 回來先麻煩 不是 加蛋是甚麼 我應付別人送回來 或者是以前公司送的那些 可能沒那麼好 你怎樣 加蛋 其實說真的 我不是很煮食的 我想看別人給你吃 這個我可以說一下 因為我家裡有時候 媽媽的公司會送一些 用墨胸包裝那些 沒有那麼漂亮的年糕 就橙色一磚東西 又不想浪費 那就要吃了 我們就會把它切開 就包蛋漿下去煎 包蛋漿就煎 煎完再包 再包 我不知 因為我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是包蛋了 可能他做了兩部分功夫 我們就是這樣 如果媽媽自己做的 我們就這樣吃 我是煎一煎軟 然後再煎蛋 煎完蛋再煎 不是那塊膏還沒軟 那些膏打得開 進廚房會被人罵的 蛤 為甚麼 輪盡了 打爛東西又被人頂的 新年記得不要打爛 是啊 不要緊的 那些禁忌 要是你趕快說 輪盡 落地開花 富貴榮華 就是這樣 乖一點 家裡全部 浪費小錢全部買 好一點的膠質 就是用膠 但是他們會跌落地 都會被長輩罵 那你們小時候 你媽媽有沒有還是這樣說 在想騰跳打 幫你提早開蓮 又會 小時候小學的時候 又會 因為小時候都比較銀皮 開蓮 就是正常 你吃飯吃好一點 初一 最好是死人爛人都不打你 開蓮 一邊都紅 一邊都紅 對 幫你開蓮 就是通常 初一 就是過年 免得過你 除非你頑皮 都不罵 你會發覺 那些大人 是特別有禁制的 是 是 因為他們通常都打牌 已經沒有空 你來 我家裡 我媽媽很大 才懂得打牌 我教她打的 她不懂得打牌 不過一懂得打牌 就很糟糕 比較忙 就是廢寢忘餐 比較忙 打到 我覺得都可以的 他們都有一年一次 娛樂 我們幾個小孩去玩 不過都是 如果一去到哪個家裡 又來 又開桌 又墊高 就是都是那類的 蒸一些油角 有兩隻的 有一隻油角是軟身的 炸過的 但是吃的時候 裡面有些豆沙餡的 我沒有吃過 蒸軟的 蒸熱它是軟的 國仔是這麼吃的 脆的 油角是蒸的 沒有吃過 你說兩樣東西我都沒有吃過 通常我見到一些 我不懂的東西 我就不懂 我見到它 不太肚餓 我就會不碰它 不是 外省人不吃煎堆的東西 我們有一個蒸糕 但我無法溫到照片 它們是粉紅色兩個 但是裡面是豆沙 其實像麵粉 我想你們去那些 老三明的上海舖 南火舖 就會見到 要不就是粉紅色一個 或者白色 外省人連糕都不甜 就去炒連糕吃 那一隻是另外一隻連糕 就是我們說甜品的那隻連糕 如果你說其他那些就是湯連糕 其實挺齋下的 但是就是雞湯 一定是雞湯底的 但是我們廣東人 吃那個湯丸 會用番薯糖水做底 我們用薑 你們是滾水的 不是 我們那個是有酒米的 就是我們有酒米的 就是我不知道 那隻是另外一樣東西來的 不可以酒米小燕子 酒粥 有酒粥 酒粥的 就是有薑味 但是我們裡面就不喜歡有餡的 就是後期媽媽喜歡吃芝麻 就是後期有些新的 有芝麻的 要不就是芝麻 要不就是什麼都沒有的小燕子 那些很小粒的 是的 其實那些很簡單 唐出鍋都吃 現在但是外面就少有的 就是後期有 但是就不多地方有 因為酒釀就不漂亮 因為很多人釀的不漂亮 那你都是去回藍貨店買 就穩陣一些 那時候去拜年 通常都是吃這些東西的 因為你 那些酒樓是不開的 初一初二有很多酒 不是 他是想開的 師傅放假 兩倍三倍人工的夥計 師傅放假 不是放假 你可以叫他開 不過是兩三倍人工 師傅都不做 那人家都要拜年 對 但是現在就不管了 全年都可以 現在都有加二的 年初一加二的 有些加三的 漂亮的那些加三的 但是他沒有加薪給那個夥計 他是加尾的 那家就有另一種方法 那你懂做他也懂做 全年都開工的 其實整個人說他年中無憂 年中無憂是日文 就是不放暑假的意思 我又不知道 年中無憂 以前那些日本公司 暑假放的 會休息的 他們不信你問一下 你的朋友 我又不知道 那個日文朋友 其實年中無憂是不放暑假的意思 那新年呢 新年呢 他的新年是一月一號的 那就是放放 日本就是放 日本就是放 都放幾天 一點點 日本的新年是一月一號 但有些人去搶東西的 不 sorry 搶東西 即是福袋 要去搶福袋 對 日本人都不會搶 福袋 最多就快兩步去排隊 我覺得 都搶的 因為不止日本人 現在不止日本人 如果是日本人 我想他就會排隊買 全部都排隊 但真的會衝過去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他們的福袋 真的挺便宜的 那他會衝過去排隊嗎 不是衝過去就拿 也不是的 福袋間不中都會出的 但一定是有一天出的 問題是他的福袋 他的福袋就真的很划的 名牌也很划的 是的 他裏面真的不是很點你 隨便給你兩包 你爛餅 其中有些東西是你不對的 但都值的 這個這麼說 他裏面那些是 單價合起來真的 很高的 福袋價錢 是的 我覺得最無聊的 拜年就是 我拿抽的東西 原來很重 你不要給抽的東西 我拿走 通常不是給利是 不是 給了利是 有些又回答一些東西給你 又叫你拿合糖回去吃 因為我就是交換禮物 是的 最拿名的就是 家裡永遠都是 最好那盒沒有你粉吃的 金沙 都是打算送給別人 說真的 我就去拍金沙 我什麼都可以要 但是金沙不要 我家病 我小時候要收起來 不是 我小時候 你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老爸做生意 但我家裡很清貧 那些資源錯配都記得了 回鄉下 餅你 最漂亮的那盒 通常媽媽說 哎呀不要了 拿來送禮 自己不吃 就留回那罐 好東西留給自己吃 留回那罐 就死人家盾雜餅 我就憎得死 因為那一輩子 這麼大罐 吃了發餅的朋友 什麼餅都有 什麼餅都吃不完 我只是吃一兩隻 我這生人有兩樣東西 最憎的 加盾雜餅 你想蛋卷給我都沒那麼生氣 第二就是酒樓的大包 大包我真的不吃 你不吃是因為你不想吃的 不是被人逼你吃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和我媽住 他們的親戚會送禮盒 那我媽又會把好東西 不知道還是她故意送出去 我們小時候很好笑的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 朱古力味藍曲奇餅 然後我要蛋卷 我們是收賣她 為了地方撕起她 不讓她再換出去 媽媽不記得 她禮首可能 因為苗掌她不記得禮首 有一天她說 蛋卷去哪 沒有蛋卷 不是 你說小時候那多慘 過了之後 人家送來 哇 人家當然是送你喜歡吃的東西 等一下 她哪個那張紙 包括又送給她 我記得有一次那親戚 又要記錄是誰送來 沒有記錄 又回到那裡就糟糕了 對 有一次親戚來送那盒蛋卷 我媽媽說 這麼乖 其實是這一頭收完 那頭收在床底 沒有用的 我媽媽很厲害 蛋卷反而很不錯 我媽媽一定會找到的 因為蛋卷那些到處都有買 隨時可以買得到 不是 但那個真的很好吃 她那時送的那盒 哪間啊 得成好啊 我不喜歡吃 我不喜歡吃你們說的蛋卷 現在蛋卷很鬆化 我喜歡吃那些好像 我吃新鮮的 我喜歡吃那些嗦嗦腥脆的 那你要去一下西環油 西螢盤油 我現在吃 小時候有蛋卷吃 已經覺得很開心 我懂自己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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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家裡 你知道他們是很變態的 我不是不感激 但是金沙送太多 太多人害怕了 其實金沙很恐怖 一座山這麼高都是金沙 我很抗拒金沙 一座山都是金沙 我覺得不好吃 怎麼吃 不可以再說 因為我們的台有蜜金沙 對不起 我覺得適量好 但是那次真的 為什麼我們有賣 對不起 其實以上的對白 與本台無關 對 我們這個台的觀眾很喜歡吃金沙 適量地送好 這兩位支持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小時候被人被迫吃得太多 你會恐懼 一座山的金沙 你明白嗎 我小時候沒有金沙 我小時候沒有金沙 就是有蛋捲已經很紅 你去到哪裏拜年 或者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都是拿金沙給你 我們小時候是吃蜜蜜沙 你有沒有試過 你有沒有試過禮盒收到的時候 你不用插紙 不用去禮盒 是你去到哪裏朋友家 連盒 那些全盒 都被你入面去金沙 講一下你才害怕 我想說你們那時候 我們真的有金沙買 我們先去廣告先 不要再講金沙這個問題 不是大肥 我們下一集出現不到 去廣告先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 很厚 變成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是的 現在是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即使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亦都去看過醫生的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顆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一條頭髮 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都用回了 就全部出回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 死那個牠口 喔 來吧